在唐三凭借个人强横的实力解决掉三头血边斧后 便成功完成了地狱路的第一道关卡 而他与弗烈奈的一举一动都在杀戮之王的监控之中 要知道数千年来通过地狱路的强者只有八人 因此杀戮之王深信两人必定无法全身而退 而此时唐三与弗烈奈已经迈入地狱路的第二关卡 一只凶狠的巨兽正在暗处观察他们两人的一举动 没错这只凶兽便是传闻中的十手猎羊蛇 为了对其进行压制 只见唐三瞬间使用九配和硫磺对其发动进攻 虽然对其进行了短暂的压制但也快便被起过了 随后弗烈奈便使用头部红骨技能辅助唐三发动进攻 奈何十手猎羊蛇皮操肉后 胡烈奈的猛烈进攻竟对其没有丝毫作用 不仅如此胡烈奈的此番操作却将十手猎羊蛇彻底激怨 只见十手猎羊蛇朝着胡烈奈发动凶猛的进攻 而另一边唐三正在为浩天锤的乱披风进行蓄力 见到此情此景十手猎羊蛇便决定不再留守 伴随内丹的释放瞬间给两人施加了巨大的压迫 唐三为了阻止其自保于是提着浩天锤便朝内丹赶去 但经过数轮的进攻唐三发现竟丝毫不起力 并且自身还被其强大的威压所振飞 为了切断内丹与十手猎羊蛇之间的领袭 唐三决定放手一搏 只见唐三将自己的力量全部爆发而出 使用浩天锤乱披风与十手猎羊蛇一较高下 伴随乱披风第81锤的挥出 唐三也是艰难地将这只凶兽击败 我来继续打开 我来继续打开